另外喝一行今年的中秋节是要在哪里过呢 签税800多万了 遭到台北行政执行处申请裁定管收将近一个月 他日前呢已经委托了谢政武律师提出了清偿的计划 而且地状申请撤销管收 他打算呢是要用结婚的100万元礼金来做头期款 其他的一款呢则是分12期来清偿 计划呢在明年9月底之前要清偿完毕 目前呢行政执行处正在详细的审核 最快在下个礼拜会有结果 如果呢行政执行处不同意他所提出的清偿计划 就不会准许撤销管收 恐怕会在监索度过他的中秋节了